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不理解了吧 学妇科的是他 又不是我 我要说说的 为什么学子宫这事呢 因为冯老师可以跟我们讲讲 现在到美国代孕的问题 是不是好 中国妇人 现在15万美元 最高可能能到20万美元 就是干这个的越来越多 而且一般是到加利福尼亚州 在美国 你明白这意思吗 不是说徐静蕾那个动一管 不是那个 找一妈 也不是说是你怀了孕 到美国去生孩子 这孩子变成美国人 不是这个 是找一个美国人的肚子 就 把生精卵搁进去 对 就找 我见的那个案例 就是夫妻两个 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再生 好像老生不出来 然后这俩人就找了个美国白人妇女的肚子 给他们生 生下来呢 也算是美国国籍 这事你又在美国待那么长时间 你又是妇科博士 这是理论上是可行的 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中国不行 中国好像不让 在美国也不是每个州都允许的 它只有个别的州才可以这么做 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中国觉得违法呢 我之前还真没考虑过这事 如果你从现在看 它可能有 你说咱计划生育 对 是国策 自己生都不让乱生 不让多生的 那你让别人生的更是影响人指标 对吧 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可以负担的情况之下 他一去 他找六个代母 六个肚子 他找六个代母 然后 而且他自己没有结婚 他找人捐卵 找六个妈 然后找六个肚子 因为捐卵的人 不一定 愿意帮你生孩子嘛 他们捐卵归捐卵 有那个卵子银行 是一个产业链 是一个产业 完全是一个产业链 那像有些人 他可能因为 他可能真不想结婚 或者是有些特殊的原因 他没有办法结婚 但是他能够负担得起 他就找 所以为什么要进 我觉得也是有那么 因为这种东西 其实是要服务那些不孕的人 但像有一些特殊的群体 他就是觉得说 我把它就是produce 我就是produce 我有钱 我要复制我的基因 对 我要复制我的基因 找六个妈 找六个肚子 而且你知道 他非常容易怀双胞胎 对 然后医生生个十个八个的 影响指标 就是这句话 而且会造成一个帝国 是吧 太多了 是不是 好像说有个英国医生 缺乏医德的 最后是说上千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孩子 全用他自己的精子 你说这也不要脸的 就以为是说 这个大爷 过得什么瘾呢 你说他就全是他的 本来是一个斗文涛的 结果发现生出来不像斗文涛 没错 不是 我现在想问问冯唐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 这个你说 人类现在还有些未明的科学 有些未明的地方 非常多 对吧 你说这个孩子 跟母亲的感情 过去比较粗的时候 我们容易辨别 那么就是你的 你对你的妈妈有感情 对不对 可是 你具体到现在 就是说 这个人类的这种感情 它是从受精卵那来的 还是从肚子那来的 这其实是一个 挺深好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 还跟这类似 比如说女生 是不是 子宫对于女生 有多重要 对 对吧 是不是可以不生育了 就可以给她拿掉 等等 其实也不是说 那么清晰 说有些没用的东西 就真没用 有些 你经历的最后天 就没有效果 比如说刚才说 这个代孕 你在人家肚子里 待了那么长时间 从某种程度上 它就跟你有 很深的联系 对 然后你就人为 这么切断了 然后就出生之后 就被抱走了 对你后天 可能也会有影响 你看 他这妇科学的 都这么说 你觉得呢 光美 就是说你明白吗 我现在闹不清 就是说 要是分离了 这个假如我们 有一种来自遗传的 咱们都说 这个血侵 那这个 是跟肚子侵呢 还是跟这个卵子侵呢 你问我的感觉 还是问医生的说法 这个我都咨询过 因为很多人都问我 两种说法 你都说说 那我自己的感觉 跟我先生的感觉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你们干嘛不要 那个找个代目 帮你们生孩子什么 就是我先生 尤其是我先生 他心理上是特别 不能够接受 这样的事情 他就觉得 都不是从你 咱们自己的肚子里 出来的孩子 怎么会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医生 从基因上说 一个解释 就是说 那个基因 绝对百分之百 这个血源 肯定是你们的 是不会遭受第三者的 所谓的污染 或者是说什么 跟肚子没关系 他说那个期待 只是提供 营养的一个渠道而已 那那个子宫 那个养水 就是他生活的一个房子 但是呢 就是你搬家而已 但是转另外一个角度 房子也能影响人 是 风水问题 不是 你在里边十个月 你跟他什么都是 里边就更亲 你说哪怕外边 一个奶妈 为你一年 你对他都会有感情 这个是他里边 也会产生变化 你在人的肚子里 待了十个月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出来 我不知道具体 美国的法律 是怎么规定的 如果这个女生 就认为 这是我的孩子 我不放呢 我对他有感情了 在我家 待这么长时间了 陪了我 这个待遇妈妈 陪了我十个月 那我到时候 我就说 我不给了 所以之前 有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问题 在美国 很多这样子医疗 就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 现在这个整个 代孕的费用 会提的这么高 里面有很大一块 是律师的费用 对 就是说 因为这个产业太新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说这个孩子 那么小 就被离开 这个母亲的母体 然后去到一个 所谓有你基因 有你血缘的 爸爸妈妈身上 他的心里 有什么样的变异 或者是什么反应 但是就是很多母亲 怀到第七个月 第八个月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 计划要叛逃了 因为他已经 跟这个孩子产生感情了 每天跟他说话 抱着他 跟他一起疼 跟他一起开心的 所以我就不懂 就是说 这个完全是 别人的精子和卵子 植入了我的肚子 我怀了十个月 我会对这个孩子 产生母亲的感情 你别说这样 你抱一个孩子 领养一个孩子都有 而且你看阿姨 你就明白 对吧 大爷 大爷怎么对阿姨 遇上一个四十多岁的 奖励上一句话 就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他 母爱是很容易泛滥的 但是你说 当然你刚才讲了 广美 你就说这个 别人问你 为什么不找个这个代码 你为什么不自己生呢 你觉得咱都已经当 那个都奶奶辈的人了 其实可以的 印度那个六十多岁 老太太最近还生呢 你在跟那个谁 那个谁呀 那个明星叫什么来着 是林青霞呀 还是什么谁呀 不是不是林青霞 是谁呀 四十多岁生孩子的 好几个呢 嗯 你不准备考虑是吗 也不准备考虑 反正这个事情还是得 就是说你要多方发展嘛 你到我们这个年龄 他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的受孕的几率是 跟零 是差不了多少的 就要 你不要 做人工辅助生育才行 你不要说自然 自然受孕呢 你哪怕你做人工的受孕 你那个成功率都是非常非常低 在美国呢 其实他有一个 基础的那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做卡尔啊 你超过四十二岁之后 基本上他是不接受你做人工受孕的了 风险也就高了 不是风险问题 因为他的成功率太低了 那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reputation reputation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面子问题 对 那我接一百个病人都是那种二十岁三十岁的 那成功率很高 我接一个四十八岁的 我多难受啊 我让你拉下去了 把我的成功力拉下去了 有没有动卵呢 你有没有留啊 我们可以等一下到外面再讨论这个问题吗 现在都大白于天下了 他也动了 他动干嘛呀 他一直在捐 从那一冰箱 从那一冰箱 一直在捐 在广告上再讲 我需要捐一个冰箱给你吗 一个一直在捐 一个一直在动 好多饭 广告之后见 这个即便在美国 法律问题都很复杂 所以他们为什么都去加州 因为据说加州在这方面 加州都通过了代孕法 OK 就是比如在美国的不同州啊 好像华盛顿特区啊 还都是非法的 就不行 有的州啊 是有点说不清 相比之下 加州的法律最完备 所以就都去加州 他这种中介收你15万美元 就是帮你处理 包括你刚才说的 说这些事 就是说这个肚子 最后他要是不干了 他也是要就加州认你这个合同 你事先的签好了这个这个合约的 别处不认 对 但是呢 你知道这还有国籍问题 中国这个事还有意思 你在美国生了啊 你这个孩子有美国国籍 对吧 而中国法律规定呢 父母亲是中国人 你也是中国国籍 可是中国又不承认有双重国籍 双重国籍 所以这个实际也有个法律的漏洞 他有些这样回来的孩子 反正呢 父母亲都是中国人吧 他能抱上户口 能抱上户口 他回来就用中国的国籍 哎 可是呢 将来到了有些个地方啊 就得让你选择了 比如说你这孩子18岁 你不能有 因为中国法律明面上讲 不允许有双重的国籍 你要放弃 哎 可是目前的法律 可是目前这个情况啊 就会造成事实上 这个孩子是双重国籍的 你明白吗 他在中国也上了户口 可他也拿到了美国的国籍 任何一个在美国生的小孩 对啊 中国人的小孩都存在这个问题 对啊 你说现在这些 哎 为什么身边现在这么人这么多啊 因为很多 现在好多 像我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朋友们 他们可能就担心 那个生孩子会身材变形啊 而且觉得不想受罪 就太累了啊 对 有一部分的人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容易理解 我觉得比较难理解的是 那些想当代母的人 对 他为什么想去帮别人怀孩子呢 除了有一笔收入之外 那个那种各种的原因 他说我好想再感受一下 那个怀孕 扛的那个驼的孩子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好幸福哦 这事上演了 好感动啊 这事我自己没做过 不太清楚 你学这个 他也没怀过 你也没体会 对 所以当我听到这样子的原因跟理由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太伟大了 我是听说过有这个捐经上瘾的 有些那个男大学生 你有可能是属于自摸上瘾 不是捐经上瘾 有前两年武汉那边是哪个大学 有个博士生 不给钱都不给钱都去 死了 捐死了 当时 精进而亡 对 就是 我就说这个 你说女人这个肚子 确实你提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他会愿意干这个 其实我想钱应该是一个挺大的因素 是一个因素 刚才你说的 怀孕 他有一种很大的 有一点点快感 这个事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为我听过女生跟我讲 就是他特别喜欢抱那种小婴儿 小婴儿 这都不是说那个特别大的四五岁的 而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小婴儿 所以我想可能怀孕的时候 他也有一种期待啊 盼望啊 等等那些 其实汉曼在美国好像听说对戴母的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学历上 你的那个 还有你一定要是结过婚 生过孩子 最少要生过一个孩子的 这样子的人你才能 而且要做各种的心理卫生的这个这个考验之后 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心理卫生很健康的一个人 你才能够来当代母 所以门槛其实挺高的 而且当你在找代母的时候 这个墨西哥籍的就会便宜很多 黑人也会便宜很多 搞歧视吗 墨西哥的肚子就便宜就便宜 真的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是不好的习惯会 对 对 因为有很多的不良效果 你抽烟 你喝酒啊 还有吸毒的啊 那还干这活 那越是这样的人 其实越是这样 他越缺钱 越想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 其实也挺有风险的 有些 非常大风险 有些你看不出来怎么办 看着像挺正常的 比如像文涛这样的 对吧 实际上又吸毒 又抽烟又喝酒 又有精神状态等等 对小孩还是 我觉得一定是有影响的 中国也有干这个的 只不过中国一个是非法的 再一个就是你更不可靠 但是呢 我就是在说 就说你比如说怀孩子 咱们都听说过那个 就是这个小孩 这十个月 一直听着母亲的这个动静 你将来比如这孩子 生出来之后 这个孩子哭哭闹闹啊 只有这个母亲的这个声音 甚至是母亲的这个 抚摸和这个触感 触感 我现在就探讨的是 这个人类学的问题 你说我觉得有个很神秘的一个现象 就是比如说 生就我的母亲 我我记得我妈妈 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累了呀 就我妈妈就是在 在我这个脑门上 那个抚摸一下 超过任何女人 甚至她的手部也不是特别细嫩 什么 别粗糙 但是就对我的那个就有一种特别的这种安抚 好可爱哦 我就觉得这个 好萌啊 是吧 我我妈八十几了都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肚子 我又是 我我闹不清的就是这个肚子和这个卵子 它到底是什么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个长期的追踪的这个调查了 因为很多现在很多那个代母生下来孩子啊 你可以开始调查他们跟母亲之间的那个那个联系 其实我接着他的话说 我觉得这个事件是挺挺有意思的事情 有很多很神秘的东西 你比如说啊 呃 我跟我妈属于 比如说我叫一声特别轻的叫一声妈 他灯就会醒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对 灯就会醒 蹭就从床上能能下来 特别声音特别 感应嘛 然后他 呃 可别人基本都醒不过来 我都我都我都试过 我爸肯定不会醒 对 这个其他其他女生可能也不会醒 这个 其他女生都是让你入睡的 其他女生他你 叫人家妈 他肯定不行啊 你就小声叫一声 他我觉得他对某种音频 特别敏感 对了 母亲 所以我们的科研 课题就是什么呢 这种母子的这种感应 哎 到底是因为他怀你 你是用了他的这个血脉 这么孕育十个月 嗯 还是仅仅来自于 基因来自于这个受精卵 嗯 你看这个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嗯 对吗 真是挺麻烦的 我去想起替那些女生想 嗯 跟他一块待了十个月 然后就这么就就抱走了 受了这么多苦 我觉得心理创伤还是蛮大的 所以其实我现在觉得啊 就是现在女人都自由了 打开了很多可能性啊 但是真的是有一个伦理问题的 生物伦理问题 包括包括徐庆雷他们那个 他都有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说站在孩子的立场讲 比如说一个女人说 我单亲妈妈 对吧 我不需要男人 我就生一个孩子 OK 这是你的权利吧 可是哎 谁来裁判一个东西 就是说小孩怎么想 你凭什么让一个孩子 从小就没有父亲的权利呢 这不是你 你问过他的同意吗 那他愿意不愿意呢 你觉得这是不是个 是个是个 而且存暖那个事情 呃 我也跟我几个医生朋友 师弟师妹讨论 会出现一个什么大问题 大家都还没没特别想到 嗯 你50岁60岁 生了一个孩子 对 你想一想 你能给你的小孩的陪伴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你已经很老了 他还非常小 你指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女的啊 男的也一样 就是 他上大学的时候 你已经主拐杖了 是的 他有可能上小学的时候 你已经主拐杖了 你就 本来一个妈妈 应该带着他玩的时候 带他去逛的时候 这个给他讲故事的时候 你可能 已经完全做不了这些事情了 所以对这小孩 是不是真的公平 哎呦 现在就甭说这个了 我的那个有的朋友 跟他那个小女朋友 老少妻出去走的时候 人家说 哎 你爸在后边走太慢了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就说 我就是说 有时候较真儿的来说啊 对 你人类做这些所有的事情 是因为你 你怎么说呢 狂妄 就是说 你认为我都弄了门清了 这里边的事 瘦精卵怎么的事 实际你未必完全清楚 那么比如说 你用一个肚子 你借了一个肚子 你用了瘦精卵 然后用这个肚子 生下了我 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有没有一种 要求是本度的这种权利 原装 对 原装的 孩子有没有要求原装的权利 而且其实你刚才讲的 更多的是 有时候不是权利 而是影响 有些影响 其实我们并不全知道 对 很有可能我们不知道 这种影响会是 最后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也不知道 有可能那小孩 超级没安全感 尤其那小孩 就是很容易发生某种病 这个 真是非常难解 二位都太奇人忧天了 奇人忧度是吧 不是 那你现在有很多那种 正常爸爸妈妈生下来的孩子 你后天的那种虐待他 各种的不给他爱 我觉得那个更悲惨吧 如果你这么千辛万苦的 花重金生下来的一个孩子 我相信起码 这个孩子会在 往后会受到很好的教育 你说什么选择权 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 国外的同性恋人 他们是合法结婚 结了婚之后 他们会来延续下一代 也是得找真卵的人 然后那个 就是代孕 然后 就只要你们两人结婚了 就你用你们两人金子 一人生一个 然后孩子生下来之后 两个爸 对 那你说 孩子的选择权在哪 我觉得这个 这个孩子可能 要整他长大之后 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了 孩子可能就 只能是弱势群体 这事 你是吧 反正人类要这么玩下去 这个就是重会玩 人类要这么玩下去 而且有可能慢慢就给自己玩进去了 有这个可能 你就去向他们写这个科幻小说 我们是以为 自以为弄清了一切 我们就开始走了 但是你真不知道 你会玩到哪去 说实在的 而且我就说 你甚至于 咱们具体说 剖腹产的 你都研究明白了没有 因为我也看到有一种学说 这样请教冯唐了 就是说 中医 不是 就说 说连剖腹产的孩子 据说在身心成长方面 都可以 也会跟自然生出来的孩子 有不同 那就有可能就像 这个刮熟地落 跟催熟的刮果 梨桃 味道不一样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你翻过来 你的科技啊 又会带来他的行为 你比如说 自打剖腹产出现之后 这个尤其中国非常严重 哪个女的都要割一刀 人家现在以至于就是说 你必须尽量自然生 你能自己生 你就自己生 但是他们说医生太忙了 没有办法待命你 随时想要生孩子 就生孩子 所以约好时间 是最方便的做法 尤其香港的医生 这个太方便呢 不见得是对人体最好 很有可能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 刮熟地落 你这个有一点点痛苦的 这个过程 可能是老天爷 让你这么做的 现在有些母亲 他们要求要自然生产 医生不给的 因为 如果说你的预产期 是12月24号 那个医生真的是跟他讲 那天是圣诞节 我要去滑雪 我孩子要出来 你要去滑雪 所以他就会要求你 可能提前一周或十天 先把孩子给生下来 所以现在真的不是 妈妈没有那么多选择权了 你作为一个妇科的医生 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接着刚才那个说 其实医生应该更敬业一点 多给患者一点选择权 应该更尊重自然一点 其实如果科技 按照人的这个思想 进一步的一点点发展的话 其实是挺可怕的 你比如说刚才是说 待遇 但有可能 你说人的受精卵 能不能进行基因改变 基因修改 对啊 因为比如说 你可以跑得像流响一样快 比如说人和动物 其实能做的技术手段 能做了好多东西 对 能不能做 这条下画在哪 对 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 它往前那是没头的 你就像你说 你看现在已经问题到了 同性恋的两个人 他也要自己的孩子 合法权益 合法权益 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它真的要有一个 很好很好的规范 就是说这个其实 我觉得有代母 这个事情非常好 就是为某些 真的有这种特殊需要 它可能真的 双方都有问题 就是生不出孩子的人 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服务 但是现在好像大街小巷 只要你有钱 能负担得起 你不想生孩子 那就别生了 咱就别自己生 然后就 就是只要去一趟两趟 然后时间到了去 就是harvest 就是去收成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女人 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自私了 我现在觉得 越来越多的女的 连生孩子 她怕体型变坏 有些女明星就这样 我这个跟我妈妈 那个年代的女的 真不一样了 女人是不是变得 越来越自私了呢 她会怕这个 认辰文 体型变坏 这个你就不生了 就找个肚子生 某程度上来讲是的 还得挨一刀呢 对啊 而且现在妈妈 很多妈妈不跟孩子一块睡 让孩子跟保姆睡 所以我说 接下去的问题 还有呢 如果一个孩子 他从小跟妈妈睡 和从小跟你一个 从农村带来的一个保姆睡 对这个孩子的成长 孩子有没有选择 跟妈睡的 不跟保姆睡的权利 你知道这个 这个现在很多女的 她要自己玩啊 她要保持自己 一个好的状态啊 她就越来越多的 让渡她的这个权利了 我不知道这是女权呢 还是还是自私呢 我觉得这是个别的 真是个别的 这么聊下去 你差不多就又会被人 当成直男癌了 不是我都见到的 还有我身边见到不喂奶的 怕那个乳房变形了的 有真有这样的 从小就不喂 就不喂自己的奶 她没有任何问题 我见过 我身边见过这样的妈妈呀 当然我 我觉得我见到的团人 都是反过来 就是那种party queen 就是本来特别爱玩 一天到晚玩夜店 抽烟喝酒喝酒 有小孩之后 忽然有小孩之后 哇 完全完全变了个样子 自己喂奶 然后那个跟孩子睡 现在都已经三岁了 她说再等两年吧 再让她自己睡 我说好像不太好 睡跟妈睡 睡太久 是不好的 不行不行 每天抱一睡 对对对 文涛已经睡睡得很长 我是到 每天晚上看妈妈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到八岁才断奶啊 到学校里 八岁断奶 六岁了 我记得我妈最后 雪花唇生 匠心营造特约之 快去 我会碰到 垃圾 你 früher 是 下 anxious 我 怎会 哄 就